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要尽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或发达的国家呀 必须进行改革开放 现在周边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发展得比我们快呀 如果我们不发展或者发展得慢了 老百姓比较就有问题了 发展才是人道理 他的声音以地上的力量金色了历史的禁锢 以睿智的远见召唤了一个春天的到来 邓小平一位时代的巨人 他震荒发溃的经典发生 改变了13亿中国人的生存面貌 和世界的经济版图 在建党90周年之际 一代美人邓小平的扮演者卢奇 硬邀走进湖南美视背后的故事的演播现场 在现时代巨人穿越历史的宏美声音 同志们让我们团结一致 为尽快地把我会建设成为一个 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会 而努力奋斗 你好 看清眼前的关注背后 大家好 我是李江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这一期背后的故事 今天的节目呢 也是我们背后的故事 为了建党90周年特别准备的 我和领袖在一起 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 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 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卢奇老师 我们再次用掌声 欢迎卢奇老师 刚才卢奇老师表演的是 改革开放 十一三中全会 开了以后 他在一些大会 还有一些同志们 老同志开会的时候 讲了这么一段话 今天非常高兴卢奇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让不咱们今天坐着聊好不好 好 我们特别感谢卢奇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第一次扮演小贫穹之障的一个形象 那是 1988年的时候 广西电影制片厂 不是要派一个白色起义 导演组的当时到了我们四川人的艺术圈来了 然后看到我以后呢 说个子不高 可以作为候选人 过了两个月以后 突然接到一个电报 就说希望你到电影制片厂去试装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到了长音厂 从四川飞到长春 然后呢 一去那个化妆师 我看到 就感觉好像没什么信心 我看到眼神 你没有看到 化妆师当时是什么眼神 就是不太肯定的那种 不太肯定 好像没什么希望 看到也瞎了我一眼 然后都不想看我 然后呢 那个副导演说 人家来了 你给人家 还是想想办法 造造型 化妆师很不赖 那头发要剪了 眉毛这个太浓了 我去把它拔掉吧 我就咬牙拔吧 主要是个眼睛 小冰桶的那个眼皮呢 是单缝眼 所以呢 就用那个纱皮的 搅那个纱皮 把我的眼睛就 双眼皮 冰桶的戴眼皮 就把那个双的 给我挡起来了 眼睛一画 那它的特点 基本上都找准了 我听到一片说 太想了 太想了 当时你就特别充满信心了 对我当时呢 就有点心情 编剧马上过来 跟我这么厚一座资料 他说这是我们的那个资料 你好好看看啊 但是呢 定这个角色 不是我们定 对啊 王政副主席那 因为王政副主席 那个时候 他是那个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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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政副主席呢 他在看那个 审片的时候 他就 看到很多人嘛 看到我的时候 他说这个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卢奇 哦 我叫卢奇 记住了卢奇 看完了 我再看看卢奇的 然后呢 就重新放我的 把我的哪里放 然后看 好 然后他说卢奇 然后卢奇像 白思琪也是卢奇老师 第一次扮演小贫穷 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当时您觉得您的那个 对您的表演 您满意吗 开始的样片 出了没找的感觉 所以很着急 我也很着急 然后就 我就天天看那个画册 怎么做的 怎么站的 怎么笑的 怎么看人的 在那个地方 手势放在哪的 就是全部都要看 因为我研究小平同志 他走路 他那个腿有点内八字 他不是有点内 有点朝里边 坐在那儿 腿是这样的 他不会是这样的 咱们平时也没发现过啊 就是小平同志 是这样的 对 这样的 小平是这样做的 还有手呢 手势是像您亲的 他在这样 那像喝茶呀 什么 就是说喝酒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动作吗 喝酒呢 小平同志比较正规 端的 拿得很正规 一口就喝了 这样比较斯文一点 有些喝酒的时候 转一圈 我这样也喝又不行 又不就正感 有哪位领导喝酒 是这样转一圈的 有一个说 周恩来就是这样的 那个演唱的 周总理 他和那个小平 喝酒是怎么 这样的 这个手不是这样 本来手是这样吧 当着酒吧这样 这周总理 喝酒的姿势 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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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喝酒 他可能这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这个特色特点 所以这些 演员人的演员 就必须要掌握 每一个细节 对对 包括走路的姿势 坐姿 他的那个背的弯度 因为我在他们家里 拍那个 他的警卫员张宝忠 那个他说的很激动 哎呀 陆琦同志 你那个走路啊 太像老爷子了 你看他跟他当警卫员 这么久 我站在后面看 就感觉是老爷子那走 因为我真的很注意 他走的步态是怎么走的 卖的多大的步 然后那个 他因为老了过腿 脖子有点弯了 是吧 他就不是这样 挺得很直 他肯定是有点弯了这样 这样陆琦老师 您跟我们找找看 摆设体异的时候 然后小屏洞 这是怎么样走路的 首先是年轻的时候 二十多岁的时候 走路应该是什么呀 年轻的时候 走路肯定挺快的 往前冲的那种 中年的时候呢 中年的时候呢 他比较思考问题 他就反正是 思考问题的时候 他这么走 他还想 因为他说 那个邓小平埋着头 好像整天在思考问题 他想的 晚年呢 那时候他比较老了 然后呢 身子也弯了 脖子也缩了 反正就是他肯定是这样的 主要都拐上去 然后没有拐上了 那肯定是这样的嘛 就是这样了 反正就很慢了 一步步在脏门 是吧 脏门这么走 卢奇老师想问一下 因为领导嘛 都平时会跟我们 做一些演讲啊 做一些报告 那他们这个 做报告的姿势 会不会都不太一样 就小平同志 在演讲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 一些比较习惯性的 一些动作呀 什么吗 他就习惯性的时候 就在 有时候这么比 就这样比 我看他这么比 年轻的时候 他也是 我们这个事情是什么的 这个事情应该这样 应该哪样 反正就这样 老了过来就 我们搞改革开放啊 发展经济啊 改善人民生活啊 都是他这个手 还这么动 有时候两个手指 他这样 年轻的两个手指 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啊 因为我们演 那个人物 就要看那个纪录片 他的手是怎么动的 他还这么动 周总理呢 他有什么 那个特别的 周总理他就是 反正是 这个事情怎么样的 这个 那个很好嘛 小同志 刚才的冲锋号 你吹得很好啊 小兵录那些 小兵录是 他就这样 天上门 遭受了就这样 他就慢慢手 这么伸起来 这样 就在谈戏 那个小兵录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 一张目头脚的邓小兵录 进步了一代美人 在军事生涯中 历史性的第一篇章 我是中央代表 除了文记 我对中央扶植 首次扮演小兵录制的卢旗 听见战争 获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 重要奖项 第十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由此开启了他作为邓小兵的特型演员的演绎之路 我是中央生命第二次 我神情地挨择我的主鬼 或是生命 对如己而言 在演技上的精益求精 不仅仅是对艺术的资资追求 更是一份对重现小兵录制 这一时代美人的历史责任 说到这个百四起义 中间有在拍摄的过程中 好像也出了一些小状况 他有一场戏就是 总理送小平到百色 在上海告别一场戏 那个时候分开以后 不一定就能见面了 我看了剧本是 我们今天不茶以茶代酒 中午来可能喝酒 小平总理要喝酒 走的时候喝点茶 我说这个不太对吧 我这个剧本有点太城市化 好像革命者 就是七群六羽都没有 说好你改 导演说你改 我就说好 我都把它改了 我今天搭了几两杯 我们今天好好喝两杯 总理说的 哎呀好辣呀 小平说的不辣不给民嘛 那天我问他妹妹 我说你哥哥 就是还喝酒吗 还喝 因为他年龄大了 就控制 只给他倒三杯 三杯酒呢 你还给他倒满 你不倒满 然后小平同志说 哎呀我倒满倒满 你不要开口 我的军粮哦 白色起义那时候播出的时候 小平同志 应该是84 85岁左右 85岁 85岁 88年拍的 但是89年放的 嗯 但是您当时演那个 白色起义的时候 小平同志还在 所以您的心情会不会更紧张一些呢 对 因为他那个演的时候 心里边都没底 有一次也就是在 我们那个白色起义在那个中影集团 中影公司放的时候 快完了我就站到那个后面 好 那些观众就往外头走 走着说 哎呦 这个这个灯状比像 太像了太像了 哎呦 演得好 演得好 说演得好 好 然后我说这个这么多专家说 一个是像 一个是演得好 但心里边就稍微得了一点安慰 感觉还可以 因为他那个同行 基本上都还说可以了 基本上可以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点底了 后来听说是毛毛有给您打电话是吗 就是小平同志的女儿 她打到总职办公厅 总职办公厅打电话给我们导演组 今天我昨天看了这片子 我今天回去和妈妈碰到碰头 那我妈妈说 都希望你们转达 我们对奴妻同志的感谢 我们认为她扮演小平同志演得很好 把握人物很恰当 很成功 希望一定转达 拍老年邓小平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没底 我就年轻的时候 年轻啊 演到九十岁八九十岁 怎么演啊 人家夸都太大了 而且关键是 小平同志的形象 大家太熟悉了 你演到哪一点不对 形象不对 姿态不对 讲话不对 什么不对 人家都不认可 所以大家没底 然后呢 那场戏都在他们家里拍的时候 就见见 卓林阿姨 去了过 他就把我看到 我进去就把我看到 跟他以前也看过我演了其他的年轻时期的这个片子 但老年他是第一次看到很关注 往那看到我 看了以后呢 他就说 老爷子是坐这里的 坐这里的 当卢旗同志他就坐老爷子那个座位 我化了妆了嘛 然后我就坐在 坐在这 然后呢 他们就问 他说你 你们感觉 卢旗同志像不像老爷子啊 看了说 没有见过老爷子的 肯定说他很像了 我和老爷子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都说他很像了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的肯定 最让您感到激动的应该是小平同志的妇人 卓林 卓林妇人的肯定嘛 对 因为他点点滴滴 他都 都 一个眼神啊 一个动作呀 一个细节啊 说到这个 卓林阿姨跟小平同志之间的这个爱情 听说也挺浪漫的 挺感动的 那他们俩之间 之前是怎么认识的呢 卓林阿姨跟小平同志之间的这个爱情 听说也挺浪漫的 挺感动的 那他们俩之间 之前是怎么认识的呢 但是 其他这个小平同志他们好朋友 可能介绍也好 因为他那个 是介绍认识的 可能先介绍 就认识了以后呢 卓林不愿意嘛 然后就去小平同志做工作 去追求他 他们俩的感情特别好 中间有一些有 应该有一些很让人感动的故事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然了 他文革的时候 在江西 这个没有 酒了 他们自己酿酒 自己喂鸡 种菜 所以他们都 都在一起 非常和谐 而且这个 互相关照 在那个艰苦岁月里边 就夫妻互相关照 互相关心 就度过了那个非常困难的那个年代 因为他们当工人 当那个 在工厂里边当前工 有一次 小平同志 晕倒了 低血糖 因为年纪大了 一个累了 然后晕倒 然后 说你赶快去找人 他这有很多人去找白糖 那个时候白糖都很少 没有 很多家里边没有白糖 然后找到一家 有点白糖 拿给他 泡的水 给他冲下去 当然了 他文革的时候 不让他们工作了 就每天去扫那些 那个大院 扫大院 当然要就 因为 邓小平 这么去扫 然后说你就来帮忙 就帮他扫 帮他扫 所以在任何时候 打倒了以后 他都没动摇过 都相信 这个丈夫是 真正的共产党员 所以说 左宁和小平同志 完全是坚定的 革命伴侣 时光 催老红颜 岁月 尖刻珍惜 邓小平 与夫人 卓林 从1937年相识 共同走过 58个春秋 在这浪漫 牵手的半个多世纪里 他们一起穿越 战火的硝烟 一起迎接 胜利的霞光 一起度过 心灵的困恶 在小平同志 三起三落的政治人生里 卓林成为其坚强的厚盾 和温暖的支撑 文革期间 很多人劝卓林 离开邓小平 卓林只说了六个字 我是了解他的 我们住了江林楼 前头有一块空地 原来也 也有人种地 后来我们就 我们就开了个地 他挖地 我呢就拿个小板子 做着剪石头 剪完石头了以后啊 弄成一堵地的样子 因为我们就 我们就 给老板要点种子 就是种那些 茄子啊 辣椒啊 什么这些容易的东西 执子之手 鱼子偕老 这是生命与真情 对时光的拷问 发出的坚定誓言 这也是一代美人 用穿越风云的力量 实践忠贞 与浪漫的动人故事 卓琳阿姨和小平同志呢 他们的这种恩爱 这种更命的感情 然后相互的扶持 一直到老 让我们特别的感动 其实说到 卢琪老师 您自己的家庭生活 您有一个特别贤惠的妻子 您跟您太太 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就是我们私人的曲艺团 组织了一场舞会 他们也去了 他们也有好朋友约去了 但是看了一眼呢 个子比较高 长得形象还是不错 还比较端正 那我说我们俩跳一个 看我怎么会跳 老踩脚 就跳了一曲 他就说 我们也要演京剧 他说我给你送票 你来看 看我们演出 那行行行 到时候就留了地址 然后他就把票送来给我们看 就看他们京剧演出 我看他们京剧演出 演了以后他说 你那有什么表演书没有 我说有啊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 什么我的演员自我修养 还有什么舞台艺术 我那表演书很多 借我看看 一来二去 对一来二去 实际上就借书 然后呢又还过来 你这个衣服怎么泡都不行 我们那个今天泡衣服不洗 我帮你洗 我帮你洗衣服 那当时你没有感觉到吗 一个女孩子主动帮你洗衣服 就这样我说不用不用 都没这样不这样 我们帮你洗 一会儿那会儿想 这个人还挺心快的 挺热情的 就没往那儿想是吧 这时间长了 这就是日久深情嘛 日久深情 谈了多少时间后来结婚了 谈了一年 谈了一年就结婚了 对一年就结婚了 您太太听说 因为您是演比较正面的角色 一些伟人的角色 您太太好像跟您比较相反 她老是演一些反派的角色 演一些坏人 这次我们在广西演一个国一 她就演的我的初恋情人 演您的初恋情人 那不用培养感情了 那演的时候绝对是非常生动 就是那个眼神 看过去基本上有点 差不多 差不多点 相知与热爱的力量 可以让生命焕发奇异的光彩 23年来 如其41次在荧幕上出演小平同志 他以神情具备的出色表演 赢得神州第一邓小平的称号 有人评价说 如其演的不只是电影 更是值得收藏的历史文献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您是不是希望能够尝试更多的角色 这样的一个角色定位 会不会对您来说 您觉得会有一些困扰呢 实际上我也 前年演的打黑中暗卓演 公安局长 国一我也国一 还有一个守望 我也那个四排掌 但是是不能够接反面角色的吧 对反面角色呢 我以前演过一次 刚刚演的白色企业 他们就找我演一个 一个黑社会的老大 黑社会老大 对我的样子不太像黑社会是吧 怎么化妆呢 给我沾个落筛糊 然后连上给我画个刀吧 就黑社会老大 拍出来以后呢 我那个片子拿回去了 我爸爸看 他说以后就不要演这些角色了 可能我爸爸也代表 很大一批观众的这个意识 这个理念 就是说你演的小平同志 大家很爱戴这个角色 突然你演的黑社会 造成恨的角色 从那个情感上也转不过弯 从心理上也不好受 因为我爸爸他可能就这么感受的 我想大家也是这样 说说我听他这个话 有反面角色 你都不接了 您的父亲我知道 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个事 就是在父亲临终的时候 你没有在身边 对 刚好是上海电影节 当天晚上 你家里不来电话 我就说你爸爸不行了 那正在抢救 当天晚上 你家里不来电话 我就说你爸爸不行了 那正在抢救 晚上来电话的时候 你应该抢救 最后就没抢救过来 电影节的开幕式 然后我就参加了以后 赶快就飞重庆 赶快飞到重庆去的 所以说就很遗憾 就是我父亲在抢救 最后去世的时候 没见上一面 当时家里打电话的时候 那时候您没有想到 会那么严重是吗 我想也许还会抢救过来 因为抢救很多次 我也许希望抢救过来 当时因为展现这个领袖人物的风采 然后毛主席 周总理都去了 如果您当时不去的话 可能独独缺 小平同志 对 就是说 我就是想到这个角色 因为很重要 改革开放 当时大家对小平同志的情感 在那个时候 如果重新我们时间倒流的话 您还是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是吗 没见到最后一面 是我爸爸的遗憾 但也是我的遗憾 因为他老人要去世的时候 实际都应该在身边 最好 自古 忠孝 两难全 如其肩负着塑造一代美人 影视形象的历史责任 将小平同志的形象 完美地呈现给了观众 却默默承受着 失去父亲的巨大悲痛 天到崇山 正是怀着这样的大碍 如其作为小平同志的特性演员 完成了 由形似到神形俱效的蜕变 2003年 如其凭借史诗电影 邓小平 载过 第26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在影片中 如其快的18年 演绎了一代美人 一生中最波澜壮阔的一段历程 也进入了新中国 走向改革开放的凤凰面团 邓小平 这个片子中间 记录了很多历史性的画面 比如说南巡讲话 跟撒切尔夫人的谈判 从各个方面展示了 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师的一个政治智慧 我们可以聊一聊 跟撒切尔夫人之间的谈判 听说 那时候在谈判的时候 撒切尔夫人谈完之后 好像还摔了一跤是吗 撒切尔夫人他在世界上 非常有影响的铁娘子 也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和邓小平一谈 邓小平他没想到邓小平更强硬 邓小平首先就肯定的说 租权问题是不能谈判跌 就根本就不能谈 只根据谈收贵的时间 如果你到那个时间不收贵 那就我们就 你要说另外一种方式 那实际上就是 邓小平就是武力方式 那根本没什么说的 因为考虑就是收贵的时间 我们定个时间 这个可以谈 主权问题不能谈 其他都不要谈 你就告诉我 什么时候收贵就好了 不主军 你也不能谈 必须要主军 三九个人就 可能是一出去谈判 就什么都没弄成 什么都没谈好 就按他的意图 完全都打乱了 一出去可能脑袋发晕 可能脚下就 怎么这个 没踩好 拐了一下 就摔了一跤 说明说明 那个小平同事确实是 谈判高手 也确实是 这个战争年的 这个千锤百炼 这么出来的一个 杰出的领导人 对于这次中英双方 最高领导人的会见 萨切尔夫人 在他后来撰写的 回忆录中说 邓小平把主权问题 看得很重 香港必须归还中国 对此我很失望 在邓小平的亲自推动下 历经多年艰难 而毫不退让的谈判 1984年 中英两国政府 就香港问题 正式签署 中英联合声明 宣布中国 恢复对香港地区 行使主权 并于1997年 收回香港 赢着全世界的目光 邓小平与萨切尔夫人 共同举起了酒杯 这一跨越时代的瞬间 定格成历史的永恒 1992年 88岁的小平同志 最后一次来到 毗邻香港的深圳 在车队经过黄港口岸时 他执意停下 走到深圳和大桥桥头 深情地望着对面的香港 隔着一湾潜水 在距离香港最近的地方 小平同志许下信愿 我希望97年的时候 能到自己的徒弟上 走一走 看一看 1997年2月19日 93岁的一代伟人 邓小平 与世长辞 此时 香港回归 已进入倒计时 童年契约 香港顺利回归 其实说到有一件 很遗憾的事 卢西老师 听说您错过了一次 跟小平同志见面的机会 是吗 对 因为 第一届 中国电影 在北京召开的 编剧 来了以后就说 他说 他们家里面找到你没有 我说 家里面找我干什么 我说没找到 我找我有什么事 他说要 约你 然后找你来到 这个 过两天到他们家里面去 见见老爷子 我一听到 当然 见老爷子太好了 因为演的 都想见他 当然 就是 所以说我很高兴 哎呦 我说这么有这么一个事 我说这个 你看我这个机票订了 明天机票 我这个回四川 四川要去录一个节目 但是一请示呢 后来 他们说 我们请示一下 他先回去工作为重 然后呢 他这个机会呢 以后还有 所以说我就 那个时候就 就回家了 就回到四川录节目去了 后来就一直没有机会 后来我们就是老是在山沟里边 不是在西百坡 就是在社县 或者就在延安 或者在那个徐州 就在全国各地 或者在大西南 全部到处跑 跑了过后呢 就就就就 就 听查阳错 就没有找到那个 合适的机会了 1997年2月19号的时候 小平同志离开了我们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您 您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当时 更不觉得遗憾呢 我是在美国 因为在美国 我们去 不是那 刚好 那天翻车 那美国都翻车了 就是正好是在 97年的2月19号的那一天吗 那一天翻车了 您在美国的时候 那天出了一条东西 那天这边是晚上 小平同志去世 那边是白天 白天我们坐了一个车翻车 就是演 演开国大典 周总理那个去世了 还有开国大典 演那个祝德的去世了 然后呢 我们就送他医院 当天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 晚上 晚上的时候 因为小平同志去世了 就出了那个美国的电视 新闻 新闻 就出来了 小平同志图像 我说这个你看 我们大家看很早 这个小平同志出来了 各种时期的那个 那个那个新闻节目 报到邓小平 然后那个台湾的医生就说 哎呦 邓小平先生去世了 我们才知道去世了 就刚好是那天 当时您您看到新闻里头 然后身在美国 知道小平同志去世的时候 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很悲伤 很悲伤 因为演的这么年 知道小平同志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为了大家能过上好日 这个夜以继日的工作 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中国人民 奉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的事业 党的事业 所以说 所以说 确实很多人怀念他 演他也研究他 因为他的一生 但我演他 也一样 这个感情肯定是有的 是吧 为大家 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好事 你说 我们现在生活也过得非常好了 如果没有小平同志 我们可能也不行 因为我们也是说 那个非常贫困 非常落后的那个经济状态过来的 所以说 今天有一位卢奇老师的徒弟来到了现场 李中坚是吗 中坚你好 中坚我想问一下 你怎么想着要拜卢奇老师为师的呢 因为我当时在温州市 就是做打火机 我是把温州的打火机 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 哦 那你很厉害啊 所以很多记者来采访 都说我很想 卢奇老师演的那个百事起 百事起中的小平同志那个时期 二十多岁的时候 对 因为我们这个 一天一天大起来了 当然这个事业要有继承 人 所以当时找到我来 我说这个 我们这个影视界啊 不像有些戏曲界 要拜个诗 我说不用拜诗 我说就是 你来了过后呢 你比我年轻 我们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然后呢 互相的来共同的提高 来把这个小平同志的形象塑造好 刚才看到那部电影邓小平的时候 小平同志说了一句话说 希望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 能够踏上我们祖国自己的土地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小平同志在二月份的时候离开了我们 那今天呢 两位都在现场 师父和徒弟 咱们就来表演一段好不好 小平同志现在 踏上了这个香港的土地 香港对我们收回了嘛 你看还是那么稳定嘛 还是那么稳定 嗯 好 老师 终于来到香港了啊 以前我说过 我哪怕是做做论议 也要到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走一走 看一看 现在啊 我们内地 很多城市 也发展得非常好 可以说是 不是香港 神是香港啊 这个 一个是 我们当中央的正确领头 一个是 由我们勤劳 勇敢 善良 而且智慧的 权贵人民的 艰苦的创立 平补 所以 我们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我是一代为人 诸多元帅的扮演者 王武福 让我们热烈掌声 欢迎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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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动了好长时间 这个杯不是一般的杯 我感谢湖南卫视 我到现在也说 我实不敢当 第一主则特行 这是对我的勉励和鼓励 我要朝此奋斗 朝此努力 谢谢大家